国拼神仙打架 王曼玉是大赢家 他以4比2击败陈梦 好多澳门冠军赛女单冠军 陈梦屈居亚军 陈梦和王曼玉 此前两战国际比赛表现一般 来到澳门都迎来了久违的爆发 陈梦在半决赛中 凌风孙一杀 状态堪称神勇 王曼玉则淘汰王毅迪 同样是状态正佳 在女单决赛中 陈梦和王曼玉联手共向了巅峰对决 双方多次打出神球 宛如火星撞地球 针尖对脉盲 引得全场欢呼不断 王曼玉两次落后 最终经过六局大战获胜 完成大逆转 战斗精神爆棚 这个冠军也宣示着他 终于走出低谷 陈梦虽然没拿到冠军 但也看得出状态复苏不少 作为队内大姐 她的坚持和拼搏同样令人感动 她还有一颗勇者的心 世界第一孙硬杀 在看台观战 十分抢劲 现场球迷送上掌声 女拼主帅马林的表情耐人寻味 不知心情如何 孙颖沙连拿两战冠军 虽然澳门战书球 但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陈梦 王曼玉状态复苏 这意味着德班士拼赛的争夺 会异常激烈